这套这龙大家可以去学一下啊 不管是在班杖、建会、秦雄都可以用上 我们是看到观众帆这边上了一个 这龙是龙宫女儿普陀武装外加化身 龙宫的话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武装的话是一个立武装 万寿真仙的一个经验 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龙宫打篮 最主要就是用来打篮 那输出在哪里 输出以武装孩子为主 或者宝宝为主 我们也是看到场上一个龙宫的孩子 那有个庞恩斯的孩子 还有个仙力的孩子 这是打算利用武门派的孩子吗 应该还有个地府的孩子 那对面上一个这龙是 双尸陀一铃波武装配化身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 对面可能这个蓝已经被打得关了 对吧 他武装不单单去亲宝宝 他还破顺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对面这个蓝的消耗就不要大 你不要难受 有进死不出 对不对 这孩子的话还跑掉 对面刚才集体丢法宝 那刚才还丢吗 这盘死的孩子是比较少见 不断的去抽篮 对面的话刚才是丢法宝 这把是集体使用愤怒 华山蓝还有 一把群推 目前的话对面这个血量还是满的 没怎么影响 就是蓝的消耗没了 对面武装是医术 但是被女儿控住 他可以选择天地 但是天地的话 观众帆这边有力武装 也是难受 像这种这龙的话 基本是打消耗 折磨对家 那对面打的是相当的不舒服 节奏打不出来 姐妹又抽中了 这孩子抽蓝一回合能抽多少 哇 一万二孩子带着 他这个武装能生果应该不需要带太多吧 他这个武装看性很好 就是叠状态 输出的话会比较高 这个时候龙宫他不炸 这个时候开始疼了 配合青宝宝 可能也知道对面这个蓝 估计没了 一刀三万三 搞鬼的 雷劈 宝宝的话还是金星一键 也是一个打蓝 来了 又来了 一怀蛋疼 一怀龙云 一刀过去 孩子快没血了 这是一个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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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下对面化身的蓝 我感觉这蓝不少 武装来把破碎 武装来把破碎 后面山雾里的话 只能10大 要么平坎 起塔吧 使用 使用愤怒吧 你没办法 触发超级敏捷之后 那进行一键打了两侧 直接换了个地厅 我们来看一看 上车我们也看到观众帆 这边使用这个地厅 是点的拉的 也能顺利哈出去 雷兰昌云 这也是一个打蓝的技能 让对方蓝的消耗比较多 莲花心一点拉 一把笛子拉上去 但是对面宝宝肯定有根 就看速度了 他应该点着对面这个壁垒 对啊 这个须弥的话 没有点着这个雷龙 但是这个孩子的效果倒是不错 他两个龙公孩子 一个武装的一个磐尸的 打到最后对面杀物理 他只能平凯 直接群秒了 没必要当头 对吧 直接打面杀 现在孩子应该也是高贵的 孩子别跑 笛子一拉 有增压 有增压 像去年的话 这个龙公孩子 用的就不要多 那今年的话 法防提高了 龙公孩子就不行了 但是现在拿去打半战还是足够用 群雄的话你也只能在这个海选 预选 玩一玩 后面的话就歪不过去 直接点着拉 杜杰 再拿一把心力 你给我炸 可以 六千多一万 对面的话 硬生生被炸没了 硬生生被耗没了 很难受 就是硬生生被折磨没了 对吧 一把龙卷炸一片 还出了一把法莲 又带走了 对面的话只剩一个隐身虫 他基本也是没了 武装的话有带蛇蛤 好 好了今天我们视频就到 就到这里